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里巴巴的品牌价值就增加了58% 达到549亿美元 约和人民币3758亿元 最近一段时间 阿里巴巴打算投资千亿 搭建全球智能物流系统 为阿里巴巴今后的全球化电商进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外界对阿里巴巴的普遍看好 是其品牌价值飙升的关键 除了阿里巴巴外 中国另一电商巨头 也跻身全球50大最具价值零售品牌 它就是刘强东领导的京东集团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京东首次进入世界零售品牌 在50强前10名 京东在自营物流等零售技术的助力下 品牌价值高涨47% 达到196亿美元 约和人民币1341亿元 在上榜企业中 中国零售品牌总价值为789亿美元 阿里巴巴和京东加起来 745亿美元 就占到了其中的94.4% 将阿里巴巴和京东称为中国的零售业霸主 丝毫不过分 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在全球范围内 阿里巴巴和京东还需要面临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 那就是贝佐斯的亚马逊 在今年 亚马逊的品牌价值高达1508.11亿美元 约和人民币1万亿元左右 位列榜首 即使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品牌价值加起来 都超不过它 值得注意的是 亚马逊并不只是零售业品牌价值冠军 前段时间 Brand Finance 发布的 2018 年全球品牌500强报告显示 亚马逊已经超过谷歌 苹果等科技巨头 成为品牌500强榜单冠军 在一年的时间内 由于亚马逊不断创新 其品牌价值跃升了42% 即使在过去的10年中 亚马逊的品牌价值平均增幅也达到30% 由 2008 年的 96 亿美元 到 2018 年的 1508 亿美元 亚马逊品牌价值的飙升 反映了市场对其发展前景的极大看好 然而 亚马逊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 这个最低调的电商巨头取得成功的关键 不是基于各种营销活动 而是基于对客户体验的不断完善 为了消除客户在购物中存在的各种障碍 亚马逊利用其先进技术 不断改善 购物的便利性和适用性 通过与世界各地的供应商进行紧密合作 亚马逊在扩大自己销售规模的同时 也加快了物流的配送速度 适时提供优质服务 让消费者满意并产生归属感 是亚马逊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过去的几年里 亚马逊曾处于亏损状态 但是其股价却不断上涨 这主要是因为贝索斯的长线投资思维 导致亚马逊拥有全球领先的电商技术和市场份额 虽然亚马逊具备可盈利的业务模式 但是由于在云计算等众多远镜领域的大量投资 使其产生了亏损 但是 一个重视科技研发的企业很难被市场抛弃 投资者对亚马逊未来发展的看好 已经使得这家电商巨头的市值不断提高 截止到9月13日 亚马逊的市值已超过9700亿美元 贝索斯 作为亚马逊的创建者和掌舵人 个人财富也是不断攀升 据福布斯施施负豪榜现实的数据 目前贝索斯的个人财富 已高达1632亿美元 是马云个人财富的4.5倍左右 在贝索斯的掌舵下 亚马逊的未来发展将会如何呢 小伙伴们是怎么看的呢 请不吝点赞 吊 también 吊船下船 请不吝点赞 吊船rente 吊船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